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新的疫苗啊 价值有多少啊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了 价值有多少 你就是指的是多少钱 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谢谢 好 非常感谢这天津的周先生 这也就请您给解答一下了 是 周先生 我要提醒您下一次您再打电话 在发言的时候 把您的电视机的声音关得小一些 有一些回音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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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周先生两个问题 我刚才应该问他多大年纪 他说他经常感冒 他经常感冒 首先我觉得有可能 他的抵抗力比较好 不过有一点 一定要他知道 感冒的发烧 首先要知道发烧实际上是人的抵抗 如果一个人到生什么毛病 你都不发烧的 发烧就是身体里头 我讲普通一点 全军都出来对抗外面的人 所以说明你身体的抵抗力 还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如果你经常感冒 发烧的话 我比较建议他应该打一下 疫苗 不管是每年的普通流感 还是这次新的流感 因为说明你抵抗力还是比较弱 这样的话总归对你有保护作用 他要问价钱 我不晓得美国可能要二三十块美金吧 如果一边在一般在超市打的话 通常好像也不太一样 可能每年的像以往的流感疫苗 二十美金三十美金 甚至有个地方可能再多收一些费用 我想在五十美金以下 对新的还没出来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我估计价钱差不多 可能都是这样 因为都是美国政府 跟中国一样 也是美国政府把它买 买下来 然后再给每个人注射的 是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是四川的观众 穆先生 穆先生你好 我1994年底我从孔城福建 回来过去上感冒了 到现在又感到医生 因为自己开店又 还比较好 感冒又不能吃好东西 就现在自己开店 又还能减轻一点 现在脱了现在身体很差 也不能吃什么东西 也很差 但是我吃鸡蛋 肚子也会痛 我说又不用走 好像目前电话 好像有一些问题 断断续续的 我们听得不是太清楚 我的脑皮得到疫苗注射 我说的时候注射疫苗 什么时候注射疫苗 如果你现在还是 在病得比较厉害 譬如说发烧还是比较高 那我想你稍微 稍微等一等就可以 稍微等一等 等到你人能够完全 能够对抗一个外来的 抗原进你身体 我想在 我不晓得 因为他声音有点 断断续续 我不是完全听清楚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 如果光弱没有发烧 我相信他可以注射的 如果他现在还在发高烧 那就稍微等一两个星期以后 再注射也不迟 我们现在一直在谈的是 这个注射疫苗 实际是预防 那假如你已经 被这个病毒感染了 通常今年这个新的假型流感的这种症状是什么 它实际上是跟普通感冒或者普通流感是一样的 发烧啊 头疼啊 咳嗽啊 一般有的时候说起来会 一般说起来从美国的 从医学角度的书上讲起来 他说是很厉害的 knock you out 他就是说 马上把你 你就 定到了 很厉害了 非常厉害 但实际上我想可能也不一定 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症状 因为不同的人反应不一样 总归是发烧啊 头疼啊 咳嗽啊 流鼻涕啊 这一系列症状 那我们就说这个 假如发现有这些症状 怎么治疗 要不要去现在来讲的情况下 要不要去确认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得了这种 现在都在谈的这个假性流感 另外假如是 应该怎么样治疗 吃什么样的药 如果现在就讲是我自己 我觉得确诊不确诊 只要知道不是其他细菌感染 我觉得确诊不确诊 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另外还有一点你要知道 这个感冒病毒是 比如我船上流感了 船上流感以后 在我得病以前 一个星期 我就可以传给人家 然后在我得病以后 五天 我还 这五天之内 我还是可以传给人家 所以也有可能 但是病毒生长 是有两三天就完了 你超过这个 超过这个以后的话 你就查不到病毒了 所以有的时候 确诊不确诊 也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 如果你身体还是可以像我们一般健康人 不是老年人 身体比较弱的 精光学 至于治疗 那就是因为病毒 等于像中国人讲的伤风感冒 没有多大的好办法 我最近查了不少的文献 他说怎么治疗 有人说吃维生素C 他说大量的维生素C 在医学上有很多的医院研究所 他在做一部一份一份的实验 结果发现大量维生素C吃了 也没有叫你就像你刚才说的 两个星期四十天 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也没有好 也没有坏 所以有人说叫我想 还是就吃一点维生素C 在你感冒的时候 比如你喝橘子水 吃水果 它都可以帮助你得到一些维生素C 这是一点 也有人说吃点蜜会好些 蜂蜜 对 但是实际上从最近的报道来说 他说也没有得到肯定的结果 这个蜜是不是会对你有好处 中国人不是说吃蜜 对咳嗽什么东西有好处 他说吃蜜也没有具体的 医学上肯定的结论 不过他说千万注意 小小孩不要给他吃蜜 一岁以下的小孩不要给他吃蜜 这是在美国的报道 有一个担心是什么呢 就是在发现了自己得了这样的任何的流感 有了流感的这样的症状 在中国治疗一般的 哪怕是普通的感冒流感的时候 往往抗生素用的很多 中国在很多医院里头会给病人 一有感冒就会注射静脉注射抗生素 这样的治疗方法 对真正的控制这种流感的这样的病毒 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实际上是不错的 就像你说的 现在就是要控制抗菌素的适用 因为你抗菌素使用以后 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最后 抗这个抗菌素就没有用了 很多人就发生这样 所以现在在美国 尤其他就尽量不给你抗生素 实际上也没有用 不过病人可能发烧三天就觉得 哎呦我不对头了 你必须要给我打一些什么抗菌素 会是你好 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周期 打不打 一个星期十天以后你就好了 通常假如发烧的话 只是退烧的药就可 对了 不一定非得使用抗菌素 不需要抗菌素 实际上我们中国有不少什么 宁销戒毒外呢 这些中药 我觉得效果还是蛮好的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种 你也没办法叫它杀面 你只有叫它就是冷静下来 你自己主要是 最主要的你一定要休息 最好你上风 像我们现在单位里就再三说了 如果你上风感冒 千万不要来 上班了 有的人想 哎呦我这拿掉一天休息 我滑不来 我还去吧 结果你没想到 你一病就传给你的同事 大家都病就传来传去 就觉得很厉害 不管你是普通感冒也好 还是流感也好 还是新的H1N1都是一样的 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是 北京的刘先生 北京刘先生你好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 你像普通感冒 就是不治疗的话 一个星期或者是再多几天都好了 你想这个脑血栓又是不治疗 它能不能好 已经血栓了 它本来死于四十一万 隐瞒真相 不敢告诉病人 哈嘿嘿嘿 老是治疗 它到底能不能治好 就是不治它是不是后遗症也是那样了 谢谢 您给我 好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想 如果你脑血栓时间比较长的话 你比较多了